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加拿大移民局官网操作指南 通过这系列的节目 我通过加拿大移民局官网告诉大家移民申请 留学申请和各方面的文件要求 是怎么在官网上找到答案 怎么进行具体操作的 那么今天的话题就关系到无犯罪记录了 特别是在意义申请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拿到无犯罪证明 无犯罪证明可以说看似简单 其实又很麻烦 稍不小心就可能导致你的移民申请被拒 你想想好不容易获得意义的筛选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在犯罪记录这一栏被拒掉 可以说真的是让人非常沮丧 但这个是大家一定要pay attention to的一个地方 要自自细细地观察好才可能了解到规避一些风险 让我们的申请顺利进行 那么我今天就带大家打开移民居官网 特别是对于experience entry application这方面 对无犯罪记录方面的一些要求申请了一种方式 我通过移民居官网带大家逐项去做一些具体的了解 大家和我一起打开这个链接 不清楚的朋友可以按照这个链接去打开移民居官网的网址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是告诉你这是什么 这是police certificate for express entry applications 就是你获取无犯罪证明 那么专门是对于experience entry加拿大联邦意义的申请人的 那哪些人是需要获得这个无犯罪证明呢 大家可以看得下 在这一块它也有一个b 在这里我用框框把它给框出来 大家重点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谁啊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who are 18 years or older 就是主申请人和你的家庭成员 18岁以上的都需要提供 要提供的是什么呢 every country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s stayed in during last 10 years for 6 months in a row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和你的家庭成员在过往的10年内 记住啊 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在过往的10年内 待了6个月以上的时间 我都要把它计算进去 你们都需要拿 不光是申请人 也包括你的family member 不要去拿 当然在申请之后 有可能这个移民官 会要additional police certificate from any time in your life since you were 18 years old 在这之后呢 当然也有可能啊 他要以一些额外的证明 就是移民官可能突发迹象 我要一些额外的证明 18岁以后都需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几点 好吧 好 那如果我们看到证明了 我们就要递交这份证明 那递交证明需要注意哪一点呢 当然重点看这个啊 递交的证明 你需要不需要递原件 因为异议的系统呢 全是通过这个电子递交的 它需要你scan copies 扫描的 original certificate 就原本的这种文件 像咱们国内呢 都做无犯罪证明公证 咱们这不一样 到派出所先拿到这无犯罪证明 然后到公证处去做公证 你拿到公证 做这个original certificate scan 就把它扫描了过来 提交上去就可以了 但这里面有几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scan copies 必须是incolored 看到没有 一定是彩色扫描 非彩色的黑白扫描 那是不行的 这里还继续告诉我一点 certify true copy or unauthorized copies won't be accepted 如果就是一个 就是原本认证件 或者是一个 就是普通的一个扫描件 不会被认证通过的 并且可能导致你的application bein rejected 直接被拒 所以在这点也非常重要 那加拿大移民局呢 讲完之前呢 还比较贴心的 用几个例子给大家做讲解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是哪一方面的一些例子 在这里是examples one to get a certificate 它有几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a month stay before age of 18 在18岁之前 在某一个地区待了8个月的时间 那这种情况要不要提供 无犯罪记录证明呢 它这里写的 the system will not ask him for a pre-certificat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在18岁之前待的 虽然超过了6个月的时间 也不需要提供 example b 7 months stay 20 years ago 那需不需要呢 在一个地方待了7个月 是20年前待的 需不需要 不需要 为什么呢 在上面已经写了 它只需要在过往的10年里面 20年已经远超10年了 example c 第三个例子 sever short states another country 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 有每次都有短期的逗留 他说啊 这里有一个人停留的时间在2014 2017这段时间 有一段段的4个月的学习时间 但每一次都没有停留超过6个月的时间 6 months or more in a row 都没有 都没有连续再买6个月的时间 那他需要吗 虽然他加起来时间也超过6个月了 但是因为你每一段都没有超过6个月 他告诉你的 System will not ask for a place certificate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关于这个无犯罪记录 这个有没有过期日 是什么时候开局 这方面会不会有些要求 那在这里 这个英文区官网也是比较仔细的说明了 他说 Day the certificate was issued 就这个证明是什么时候颁发的 如果啊 现在这个无犯罪记录取得的地方 是你现在所居住的国家 for the country where you currently live 就是你目前所居住的国家里面 那必须是什么呢 不能是no more than 6 months before the day you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如果你在递交你的这个意义申请的时候 你不能说 我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是6个月前开的 你在递交申请的那天 往回推6个月 你一定要在这个6个月之内 开局这个无犯罪证明 才可以 而且它还有第二点 咱们国内还没有一个 还有一个第二点呢 这里必须是must not be expired 并且没有过期 如果这个国家呢 是比如说我之前待的一个国家 现在我没在这里再居住了 怎么说呢 for any other country 这个 please certificate 必须在什么时候 必须是after your last time you stay there for 6 months or more in a row 就比如说你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 必须是在你离开这个国家之后所开局的 你在这个国家离开之前还是不可以的 这里还同时说了 some country put expiry date under certificate 有些国家呢 会在你的无犯罪记录上面放一个过期时间 但是啊 这里移民居说了 即使是它已经过期了 你有几个情况 也可以包括进去的 它告诉你是什么呢 它告诉你啊 It is issued after last time you stay there for 6 months or more in a row 它是在你离境之后颁发的 而且呢 这个country is not the country you currently live 就是说现在 这已经不是你所居住的国家了 符合这些条件 都可以把你已经过期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给递交上去 当然an officer may ask for a new one later on 就有一个移民官 也有可能找你要一个更新版本的 但你现在大可可以把它往上递交去 当然有的时候呢 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啊 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这边呢 有些申请人之前啊 比如说在别的国家读书生活 在南非啊 在肯尼亚啊 在巴西啊 这些国家 如果递交一亿申请 它给你的时间又比较短 那在这里写的是90天 现在改的时间都变成60天了 那你开不出来这无犯罪记录证明怎么办呢 你有两个选项 option one decline your invitation to apply 即使是获邀了 你也给把它给拒绝掉 因为你没有拿到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啊 第二个option 是prove you apply for the police certificate 就是说你拿出一个证明说 我已经递交了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 跟踪码啊 运单号等等啊 那当然拿到这些不确定你这个事情一定是豁免的 an officer will review your application 如果他们是satisfied will not 如果他们不satisfied not satisfied that you made your best effort you made your best effort 尽最大努力 你的application可能也是会被退回来 being reject for being incomplete 就是说你的application也同样会被拒绝过来 所以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提个信 无犯罪记录证明很重要 一定要按照它的原则去开局 而且也在对应的时间里面开局 才是有效的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加拿大移民局官网操作指南 可以帮助到大家 关系到开无犯罪记录证明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相对应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令法令顾问 市井思儿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谢谢 你 你 你 谢谢观看